好,那我们先把镜头拉到这里来,拉到我们手机这里来 那我们正常的话手机是这么样,它是单独,这样子叫旗舰套 为什么叫旗舰套呢?因为我们私民这里,这里有一个罪行体,它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然后这个肝架,这个内置的一个肝架,它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所以1,2,3,4,5,6,7,有7个旗舰套 那我们在消毒的过程当中,我们前面有讲到可以用到手术包 那同样的话,可以拿进去 我们可以用到手术包,同样也可以用整张的纱布 纱布的话,把这个手具裹起来,进行消毒 进行消毒,那像用完之后,那这一些手具是需要经过清洗 清洗完毕之后,最好用酒精进行蒸泡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取出,这样子保证到这个消毒完成,以及消毒工作做到位 那在消毒的过程当中,用移用高压锅,用到达到移用级别的重 移用高压锅进行消毒40分钟以上 OK,那我们先来看到,来看到我们这里 那我们先从安装讲起 那我们假如说需要操作手术的二二四密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先把这气管打了,然后把这一个点阵头的这一钢架 这整个叫做点阵头,我们把这点阵头的钢架取下 取下后,我们把镜片,记住镜片是不放到高压锅进行消毒的 然后镜片进行安装 安装完毕之后,根据我们所需要操作的项目而进行选择 假如我们需要操作内音,把这个内音手具上上去 在上上去的过程当中,尽量让刻度朝上面的那一面 然后,要检查这一个锥形体是否拧紧 好,然后我们回到界面 主界面的话,我们正常是在这样子的一个主界面 正一点麻烦,手机要太正一点 然后我们点到私密项目 私密项目的话,好,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测试 现在是没有红光,如果没有红光的话 我们先点一个预览,预览的话它会有个红点出来 那现在几乎也就处在一个顶端了 我们可以把它让再调一调,往上调 通过这加减来调动这个红光的一个上下左右 我先调一个偏的,然后让到大家来看一下 来,我们看一下,红光是偏了,对不对 没有在这顶端,没有在顶端打出来的点就不均匀了 那我们怎么样调节回去,我们来看一下 好,我们可以通过这加减 OK,让它往上爬 我们再看一下这边 嗯,差不多到顶端了 OK,那现在就已经在顶端了 那好,那我们来调节一下一个内音的参数 内音的正常参数的话 一般在15瓦到19瓦左右 点停留时间的话,一般在0.8到1.2时间左右 那扫描行数和点数的话,一般建议操作用10 因为它打出来10行,正好是围绕着我们钢架一圈 然后行间距的话是1.0 为什么用1.0,一会儿我们进行一个测试来看一下 扫描模式的话,一般我会选择用去 扫描次序的话,我会选择用一次 扫描行数我也会选择用5 那一会儿我们做完测试之后,我来教大家看一下这个怎么样去选择进行行数和行间距的这一个使用 上热明纸,然后我们用热明纸可以先进行一个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热明纸的话需要紧紧裹着,不然的话打出来的点就会显得有点不均匀了 好,我通过脚踏,你可以看一下我的脚踏,我是通过脚踏来进行操作的 这样打了一下,我现在再打一下,打两下,好 OK,那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点 1,2,3,4,5,6,7,8 那中间还有两个空的没打完的 没打完的这两个,那可能的话就是这两个钢架正好挡到了 没有打到出来,正好被挡到了 那一会儿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旋转一下那个360度的那些追星体就OK了 那,然后我们再来数一下 有10个,10个我们回到这一个界面 扫描的点数和行数,这也是不是有一列一列 那意思也就是说,这个扫描的点数和行数就是代表这一个 那10个的话,正好就是这个钢架在围绕的时候 正正好就可以全部打到了 手机拉正一点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行间距,行间距,行间距意思 因为我们在我们私密里边的话 我们应该是这么样圆形的 那每一个点就每一个第一排的点叫做一行 第二排的点叫做第二行 所以呢,我们这个是行与行之间的间距 意思也就是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的间距 第二个点和第三个点的间距 就是这点与点的间距就叫行间距 那1.0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手距上面 手距上面我们会有一个刻度 这个刻度的话 这个刻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 是不是正好处在一个0.5厘米上面 处在一个0.5厘米上面的话 是正好0.5退一格 然后进行操作 那这样子我们印到里边每个位置都可以操作到位 那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扫描的行数 那我们再来数一下 我们第一行叫做一个点 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叫做第一行 第二行,第三行,第四行,第五行 对吧 那正好五行 正好0.5厘米一个刻度 然后退一下 那所以的话0.5和1.0 这个间距的话是刚好吻合的 OK,那我们来模拟操作 那我们在操作 前面会有一个复检的动作 那你们可以根据你们每个美容院里边 或每个医院里边 然后复检的手法不同 然后进行跟客户去沟通 那这一些手具假设都已经消毒好了 那我们做复检的时候 我这里就不做了 可以用到这一个扩音器 然后进行做一个复检 好,那我们假设现在已经复检完了 要开始给它操作内阴项目 内阴项目的话 我们把这干架涂上石烂油 因为已经消毒过了 涂上润滑剂、石烂油和生理盐水 生理盐水是先做的第一步动作 然后第二步动作是涂上石烂油 然后进行操作 那这一个感觉是已经塞到底了 那证明这个女性她的阴道是属于比较短的 因为我们这干架整体的干架是大概12公分到14公分的一个长度 现在还露出将近有一个目测5公分左右的一个漏在外面 那意思也就是说这女性的阴道也许只有7公分 不要惊讶 因为有的女性就是这么样 那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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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把这个手具放进去 放进去的时候 我们要把这个刻度尽量朝上 因为刻度朝上 我们才好方便我们操作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刚刚有讲到0.5退一下是吧 0.5我们现在开始操作了 到底 然后进行操作 退一下 进行操作 操作第二下 这个模特有点紧 所以退的时候不太好退 那当我们退到这个位置 看得到红光的位置了 红光的位置证明 我们已经做到阴道口了 那做到阴道口之后 我们可以把干架轻轻转一下 然后再往里边推 往里边推的话 一般在我们女性里边 这一个阴道 它在操作完第一遍 如果它有宫颈下锤 或者是有宫颈脱锤 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那这个钢架是能轻轻的往里边推的 为什么会能轻轻轻往里边推 因为它通过这种热能的一个刺激 刺激到它阴道的时候 它产生这种恒温 它能让到我们女性的阴道 有一个恭颈提升的一个作用 所以当你每次操作完毕之后 你可以把这个干架轻轻轻往里边推 到最后如果它原本它的阴道有12公分长 有可能整个一钢架都会吃进去 那一般我们正常就像这样子 刚才操作完一遍了 我们进行操作第二遍推进去 这进行操作第二遍 那来回重复操作三遍就OK了 这个内因操作完了之后 那我们再拿出来的时候 有的女性会很明显的 能感觉得到这个钢架 它在拔出来的时候非常不好拔 那这个时候明显就已经有感觉 哪怕客户他自己也有感觉 钢架被卡住了不太好出来 好这是操作私密